中秋節少不了要吃柚子 一家人唯一組 比賽怎麼播得漂亮 要完成任務不只是要靠力氣 還考驗耐心和細心 要更多的耐心 細心 還要用心 因為你還有巧勁 不是說你播了柚子就會完整 就會漂亮 而且我們還要把它擺回去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相當難得的經驗 真的是需要一般功夫 北投慈藝志工和社區居民 一同過中秋 少了燒烤 過節同樣可以很溫馨 播好的柚子也請晚輩 供食給長輩 在笑聲中感恩父母 一家人的情感更好 有一點點尷尬 因為平常我們總是比較害羞 雖然心裡會對父母有感恩 但是言語上行動上 總是比較保守一點 這一次有這樣子的安排 讓我們比我們特別去做 其實做了之後 其實感覺也是蠻好的 合家團員的日子 用心來過節更加深刻 帶來新聞真正美志工 呂淑青 玲瓏泰 台北報導 我們會不會再說 這一次的事